肖战和杨子新剧定档 预告片播放量破三亿 等了两年终于来了 近日 杨子和肖战主演的电视剧余生 请多指教定档 这部电视剧是由柏林实将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这部电视剧从2019年8月开始拍摄 11月6日杀青 距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虽然经历了不少的曲折 但是这部电视剧终于定档9月8日 在剧中杨子扮演的是一个音乐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林之校 本来拥有着幸福的家庭 美好的虔诚和帅气的男朋友 但是在毕业前夕却突遭变故 父亲因为患病住院 外企的工作也出现了状况 男朋友跟他分手 林之校的生活和工作都进入了低谷期 就在这最灰暗的时刻 肖战扮演的顾卫像一束光一样出现在了他的生命中 顾卫是林之校父亲的主治医生 不仅给了他生活的希望并且积极的为他父亲治疗 两个人最终也走到了一起 肖战从陈情令大火之后 就拍摄了这部电视剧 虽然说后来受到粉丝事件的影响 这部电视剧的宣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肖战本人还是一个非常谦逊且用心的演员 演技也备受网友们的认可 杨子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同兴出道的演员之一 不仅戏录多变而且资源 非常的不错 香蜜沉沉浸如霜等电视剧都是热播剧 但是因为受到吴亦凡事件的影响 短期之内已经拍摄完成 开始宣发的青三行短期内没有办法上映 为了增加曝光度等原因余生 请多指教一路绿灯定当 除了杨子和肖战之外 这部电视剧中大部分都是年轻演员 参演过全职高手的宅子陆和李慕晨等90后演员 让这部电视剧看起来更加的青春洋溢 也正是因为这样 虽然正片还没有播出 但是预告片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3亿 虽然这部电视剧《钟灵之笑》和顾慧的感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最终的结局还是美好的 不少看过原著的书迷都对这部电视剧充满了期待 而明星们的粉丝在得知了定当的消息之后也都十分的开心 这部电视剧中肖战的现代都市造型和杨子的甜美可爱人 这部电视剧都是不错的看点 虽然还有一个月才能够正式上映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网友已经反复观看了预告片好多遍 为的就是提前了解剧情的蛛丝马迹 不知道这部电视剧中你最期待谁的表现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然后在评论区留言